首先,我们来说说日本被水一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情怀吧。 在元朝时期,日本人对元朝非常不尊敬,导致后来元朝决定远征日本,可惜的是在登陆的时候遇上了台风,第二次远征也是遇上台风,所以说日本人在逆境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会得到天照大神的帮助。 那么在美国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狂妄的日本人还会投降吗?投降是肯定会投降的,败局不可逆可是为什么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对不可能出现日本战败以外的第二张情况呢? 这其实很简单,首先当时欧洲战场已经平定,昔日的德一日三国同盟就剩下日本了,而日本要面对的可是全数魔刀祸祸的同盟国成员们啊,苏联已经解放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而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开始反攻,在这时候中美苏三国加起来的士兵数量就可以超越日本数倍, 而在装备方面,日本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再也无法找昔日的老对手的麻烦了,在坦克战机等装备,日本因为刚才的匮乏,早已没有昔日的产能,性能也无法与美苏进行对抗,甚至因为后期大规模的征兵,导致大量士兵连枪都无法配备,只能使用冷兵器进行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日本全民皆兵都没用, 毕竟没有靠谱的装备,那和赤手空拳的暴徒没啥区别,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美国不使用核武器对日本进行打击,日本也绝对不可能在同盟国的打击下幸存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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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